国内多家升级公司现在产线全开快马加鞭 赶着居家快筛实际生产 但究竟价格会落在多少 现在还是最高精密 不过业界流传 针对抗原检测 国外进口的螺式价格落在500上下 国内的飞鹊300到500间 至于泰博有可能是2008到350间 操作方式一样是把柿子棒进入鼻孔深处 旋转擦拭即可 专家强调要确定自己是阳性还是阴性 一个礼拜就得检测三次 如果是四口之家 以一剂350来算 一个礼拜就要花费4200块 算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但就怕出了鼻孔又失了准 白头一场 国内厂商积极量产 不想打价格证 强调品质品管牵扯到的准确度 才是最重要 CDC公开的资讯 公开的资讯的话 我们做出来是 我们快筛抓出来是34个阳性 那个所谓的PCR切证的部分是32个 是94点多 我自愿意牺牲 光自愿意牺牲少赚这个钱 没问题 但是我又怕 怕这个消费者说 我们东西卖那么便宜 是不是品质不好 那品质要做到好 当然先节条件当然是设计 你的资程如果前自动生产 当然是凉率的维持度会比较好 目前耶泽已经提出申请 卫福部正在审核 快的话三天内就可以过关 预计下周就可以铺货 正式开卖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